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 也许我们能从苏珊·三塔格身上找到些许答案 她是作家 评论家 更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她从常人习以为常的一切中 做出深刻的文化批判 进入社会议题 发出独立声音 然而 她却这样解释自己 我有一种道德感 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把她称之为天才并不夸张 六岁时便读过莎士比亚 舒本华 雨果 迪根斯 伯兰特姐妹 等等 自小并把这些名家装入脑中 后去哈佛 去牛津 去巴黎 去纽约 又把世界走在脚下 这样的学识和经历 也成就了她的许多传世之作 她冷峻犀利 极具偶像气质 然而 个人生活的另一面 又让她走下了神坛 她与男人恋爱 与女人恋爱 她得过三次癌症 她与我们一样 也要面对许多来自日常生活的 犹豫和痛苦 翻看她的日记 你会看见一个内心分裂的她 如何缺乏安全感 如何又总要戴着面具 而这样的矛盾 使她的人生更加迷人和完整 她曾说 文学是进入一个 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 也是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 文学就是自由 她说 作家的首要职责 不是发表意见 而是讲出真相 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头目 这里是她的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